它真的是一整片 看過去真的是一整片都是櫻花 我覺得這樣還蠻值得的 我前幾天才去武林農場 然後來這邊看就好了 我怕我那麼遠幹嘛 大家好我是Shelly 我是Steph 首先祝大家新年快樂 你知道春天這個季節呢 最適合做什麼事嗎? 八春 八春節紅包 我剛剛想說什麼什麼什麼 八春節紅包 現在都這樣子嗎? 我其實基本上要講的是 帶你去看櫻花啦 那這次我在新北市找了兩個很棒的賞櫻景點 第一個它是全北部最大的櫻花園 從1月1號到4月其實都會有櫻花 對季節不同然後開不一樣品種 第二個地方它比較少人知道 然後它是可以邊吃東西 然後邊在櫻花樹下面賞櫻 有東西吃耶 這個不是重點 重點是我們可以看櫻花 好那我們再去賞櫻之前 記得幫我們訂閱開鈴鐺 那如果不想要錯過獨特的租書 後來介紹spice.cavel Let's go 我剛剛從台北市去然後開車到這邊 差不多車程40分鐘吧 對然後你看我有點笑不太出來 所以我們早上6點半就起床了 可是我有幫你聽說 就是店可能就會開始管制了 所以我還在想說我們可能就7點多到 因為它7點才開園 看到它現在砍棒上面有很多不同的櫻花 網路上看它的照片就是 開得很漂亮 先去看一下植物植了 這次好貼心喔 我很需要 什麼東西 愛心拐杖 真的有事嗎 不是你看這邊多抖 是不是 剛剛拿愛心拐杖年齡都偏大喔 我舉手 就我了 妳就全程都這樣子 我覺得這邊蠻貼心的耶 就是它下面這邊就有鋪一個地毯 就是第一會防滑 然後第二不會讓鞋子整個都踩在你衣服 這樣這樣就算下雨應該都還好 我看到櫻花了 它是整片耶 我本來想到它應該只有一小條這樣 我也有點爆氣 這邊櫻花其實有蠻多品種的 今天的目的就是 讓你回家之前 可以看到一個野生的櫻花枝 它是什麼品種 我沒有想知道是什麼品種之下 在想花而已 沒有 我現在跟你介紹一下 跟你說它這一株呢 它是武林農場的紅粉家人 那其實紅粉家人 它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它是台灣的特有種 喔 對 它是日本的招和蔭 跟本土的櫻花混種出來的 你看它的花瓣 它是單瓣的 它是跟日本招和蔭的混種啦 所以它跟招和蔭一樣 就是它的花園也會有一點點缺殼 可是沒有招和蔭那麼明顯 然後你會發現它 整朵花都是同一個顏色的 我們等一下會看到 另外一個就是集野蔭 它就不是整朵花同一個顏色的 給它再跟你說 我前幾天才去武林農場 然後來這邊看就好了 我跑那麼遠幹嘛 我是以100元這樣入場 它真的是一整片 看過去真的是一整片 都是櫻花 我覺得這樣還蠻值得的 我們到第二區了 這區種的都是富士集野蔭 呃... 這區跟剛剛那區到底有什麼差別啊 不一樣不一樣 我帶你們看 這個... 你有看到它 中間那個Hurry 它的顏色會比較深一點 它不像剛剛的 紅粉佳人整朵是一樣的顏色 好 我還是看不出差別 欸 不是我的問題 辣粉女子 你來看看你就知道 真的沒什麼差 那真的是不一樣的品種 我現在要那裡來看 這一區很特別 這一區都葉子啊 那裡的櫻花 是還沒開是不是 沒有啦 那裡叫做福爾摩沙櫻 仔細看才會看得到它 欸 它是白色的耶 它開花的時候 它的葉子也在 可是你看 大部分的櫻花 在開的時候葉子比較小 而且你有注意到 它是枕珠枕掉落的 就是福爾摩沙櫻 它其實是台灣的原生種之一 它也是五磅 然後它也是單磅 可是它很特別的是 你看它花蕊 其實是黑色的 應該你剪一朵來看好了 好像把你的翅膀 喔 你在意想 我不想打了啦 我是很怕 把你的翅膀 有沒有注意到 你看它的花餅 這麼長一個 所以它在樹上看起來 就是會比較垂下來 就是比較偏那種吊鐘狀 你看它是這麼長的 完全不理我耶 我要教你怎麼分辨櫻花的特色 這樣你下次 你就可以跟你的家人介紹 我沒有要再上來一次 好累喔 示範一下網美都怎麼拍櫻花照 好 那你來Cue我好了 風吹雪的概念喔 OK嗎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我完全沒有看到那個畫面 OK不OK耶 現在來到下一區 不覺得這邊的櫻花顏色比較不一樣嗎 就桃紅色櫻花 沒有 我跟你說的這一區是 八重櫻 還有叫做 重瓣非函櫻 它不像剛剛的紅粉家人 那些是單瓣的 它看起來很像康乃鑫耶 是不是 天上的星星不說花 為什麼我什麼年代啊 我們偷年紀的 櫻花 為什麼叫八重櫻呢 你看它的花瓣它是附瓣的 對它花瓣真的不太一樣 就是剛剛那個就是 單瓣 五瓣嘛 這應該會是我最喜歡的櫻花了耶 真的超漂亮的 對 政府你為什麼躲在地上 你願意嫁給我嗎 我在地上 這是什麼喬蛋 你是不是開完五二零以後 就變這樣 我不知道為什麼被洗腦成這樣 欸我很辛苦耶 你看我還拍出 欸天啊 林 林小姐 欸你知道我姓林耶 欸你的庄名叫什麼雅 雅什麼 我叫林立真 逛完整個園區之後我覺得 一百元入園費OK啦 因為其實這邊比我想要大太多 其實它有很多種櫻花 就是在其他地方沒有辦法 就是一次看到那麼多種 而且我覺得它這邊規劃很好 是它的路非常的好走 因為它有鋪這個地毯 就不會一直踩在爛泥巴上面 有小朋友很小的小朋友 或是帶寵物來的 所以其實基本上 各個年齡層都還蠻適合 其實我前幾天就是 有趁春節連假的時候 去一趟 新聞一直報的武林農場 武林農場 它最大的特色就是 它有一個紅粉家人 雖然說它這邊種植的沒有武林農場多 可是我覺得這邊拍起來 其實不會輸那邊耶 如果以便利性要講的話 我一定會去這裡 如果說不想要開那麼久的車 去武林農場的話 其實我覺得來三峽這邊 看紅粉家也不錯 雖然我們一大早來就是外面 很多停滿的車 然後感覺很多人 可是因為裡面園區真的是太大了 所以你真的走進來 你不會有就是人擠人的感覺 因為就是人就會蠻分散的 到10點多的時候 這附近就比較多人了 所以建議大家早點來 大家來之前也可以去他們的粉絲團上面 看現在的花礦是如何 櫻花會依照季節 然後陸陸續續的開 然後它的花期就是會一路到快四月 所以大家四月前都可以來這邊逛逛 我們去下個景點吧 走 我們現在來到第二個這個賞飲點呢 它在新店 然後它叫做騰龍育嬰 不只可以在這邊賞飲 然後你還可以在這邊點他們的手工藥烤披薩 但這邊就如果不是要來點吃的話 可以單純來賞飲嗎 還是你要付錢之類的 它這邊路源是免費的 它的餐點你們沒有低消 所以我們等一下也是也可以點飲料 然後賞花 沒有點餐 這個我就不知道他們在等餐 還是真的沒有要點 剛剛那邊下山那時候差不多10點多 然後就已經開始交通管制了 所以大家去的時候還是要早一點 其實這遊戲真的很蠻美的 這邊跟那邊的差別是 這邊有城市景 這邊就真的完全就是一片花 這邊的品種其實也蠻多的 而且這邊有剛剛沒有的品種 這個跟紅粉加仁有一點點像 那它這個是招和音 我看不出差別 沒關係 你仔細看 那你有沒有覺得它花瓣跟花瓣間 比較分開來一點 這個很明顯吧 花瓣跟花瓣中間 你有沒有覺得分蠻開的 然後你看它的花瓣就是比較長一點點 其實花的品種就是會有一點像 這只是教大家就是很簡單很簡單的分類而已 欸 Steph我靠你 這個這個是什麼 這超簡單的八重音啊 你好強喔 老師在講有在聽 當然喔 這個跟八重音長得很像 可是你仔細看它 來 學姨小教師你教教我 哈哈 它跟八重音很像 可是它就是單瓣的 你看它也是五瓣 它沒有像八重音一樣是副瓣的 可是它一樣就是花梗很長 這個叫做三音花 然後叫做肥寒音 所以剛剛的八重音 其實就是它的副瓣而已 你是不是其實是生物學系的 我真的覺得你太厲害了 怎麼會懂那麼多啊 沒有就是 無聊 你知道嗎 無聊 不然你無聊都在做決心 我無聊的時候在看Netflix呢 可是我們現在來的 時間算是有一點點晚啦 它有一些的櫻花就是已經雕了 但是我覺得就是好處是它這邊其實可以看到 就像我們旁邊有一些其他的花種 像什麼山茶花 我其實比較建議就是可能 如果是長輩想要來喝個下午茶的話 可以來這邊 就是 適合帶長輩來 對 因為你吃完飯之後 你可能會有點飽 想要消化一下 順便拍個美照的話 其實就還蠻適合的 我覺得它這邊拍起來 雖然說沒有剛剛大熊那一邊 就是一大片整片的景 某一些角度 我覺得可以拍出 跟剛剛那邊不一樣的照片 就是雖然這邊下雨後 就是泥泥的地方會比較滑 可是它也蠻多地方是有設置這種 石頭的步道 而且它坡路其實沒有像大熊那一邊那麼的陡 我覺得比較適合長輩啦 耶 披薩來了 終於我快餓死了 這邊有蔥醬鴨肉披薩耶 蔥醬它蔥的味道不會太重 然後就是帶一點很甜甜的 BBQ醬的味道 非常台式 帶一點鹹就是 其實過年期間 我們各自都去了不同的地方賞櫻花 去司馬庫斯我發現它就是 就很散 就是一組一組 它不會就是像我們這次去的這兩個地點 就是它是很集中的 像我是去武林農場那邊 然後櫻花種的就像你說的一樣 是有一點點的散 然後密集的地方可能就是那一小條 真的要跟大熊比的話 我覺得大熊還銳勝一籌 因為畢竟像我們司馬庫斯跟武林農場 我們都在開車開超久 至少兩個小時以上的車 而且他們也是會管車的 而且會塞車 如果你只是要單純賞�英的話 不一定要到山上或是開那麼久的車 才可以去賞到櫻 其實像新北市就有蠻多很棒的賞櫻點 不知道大家今年有沒有去賞櫻呢 或是你們有去哪裡賞櫻的話 也可以推薦給我們 那如果喜歡我們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分享按讚 那如果不想要錯過獨特的住宿的話 記得要spice.travel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spice app更新了 那現在只要在我們的網站上面 就可以看到所有的住宿優惠 所以你們想要找理想價格的話 就比較簡單 當然也可以直接在地圖上面 直接找去你們想要的飯店 除了保留原本的功能以外 我們也新增了一個功能 就是可以在精選飯店裡面 找到所有精選飯店的空房錶 讓大家就可以一目瞭然 使用的介面上面也更整潔 那還沒下載趕快下載 還沒更新趕快更新 這應該是我最喜歡的那個櫻花品種了 為什麼 因為跟你一樣的 欸欸欸 這個家具是什麼意思啊 來這個是什麼櫻 八重櫻 這個咧 福爾摩莎� 一分三 就嫁給我吧 就嫁給你了 Halloween